等一下 take two 反正 過去一點 只有我 歡迎最帥最會唱歌的天王王力宏 阿妹你好 力宏你好 好久不見 剛剛真的是 讓我 觀眾朋友大家好 對 今天呢很高興呢 看到力宏來到現場 因為 很久沒有看到力宏了 然後 演唱會聽說非常的 好玩 非常好玩 而且我昨天看了你的新聞 你竟然會 空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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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翻跟斗 翻金斗 是 平常就練了嗎還是我 對沒事就 就來個翻跟斗 厲害 那我演唱會應該也要來個什麼 沒事就來個跟斗 對啊接下來就要換你的演唱會了 你要不要開始練一下翻跟斗的這個 可以 特技 我現在其實已經開始在練了 真的 對 相信你有更多很糟吧 有有很多很糟 然後呢 畢竟自己是很角色 然後呢 今天又知道你要來呢 這個製作單位還留了上次 壓力會不會大 就是擔任這個製作主持人的這個 對 非常好很緊張 只有因為上次是我嘛 然後上次你是嘉賓嘛 在線上在南京的時候 對 我還記得你跟陶哲講了半天 然後還要我自己提醒大家說 我在線上 哈囉 那個對陶哲真的是不專業的一個嘉賓 很好 不要像我們今天 我們要不要打個電話給陶哲這樣子 然後就是接通就 嗨陶哲 然後我們就開始聊天 對 對 這個是什麼 而且你看之前 這邊有Roger跟陶哲 就是製作單位留了上次 對 我不曉得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都叫你們脫褲子 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因為 莫莉紅在脫陶哲 或什麼的 因為你不知道 亞洲娛樂中心 所有的代班主播都要脫褲子 所以今天 女生也要嗎 今天就換 張惠妹小姐 謝謝 但我不會脫 真的嗎 我今天沒辦法 因為皮帶是太重要的 太急 要不要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今天的皮帶 皮帶 要哪一個這個 酷 梁森定座 梁森定座 謝謝 很高興今天可以帶新皮帶 然後又可以訪問王力宏 然後力宏昨天在香港 香港 有這個新專輯的記者會 對 就是你這次的精選集 對 這個王力宏音樂精華論 對 WHY 我們先來 王力宏 香港 記者會 請來兩位分量十足的相簿選手 亮相性專輯的發布會 已經有一段時間 沒有和香港歌迷見面的力宏 這一次帶來最新的作品 與Fans會面 而受到歌迷們所送的禮物 力宏自然是喜上眉收 在這個記者會當中可以看到很多好久不見的歌迷朋友們的面孔 然後有很多人在現場覺得非常的高興 我想我一直都是在音樂的世界裡面在做不同的嘗試 一直在成長這一次的專輯叫做王力宏音樂精華論 因為它是代表整個七年從出道到現在1995年到2002年 音樂裡頭的成長 其實音樂對我來講是完全無國界的一個語言 我自己聽到我喜歡的音樂 那個就是一個非常直接的一個感覺 我就覺得好感動 我很喜歡 所以我希望我的音樂也是這樣子 談到音樂便特別起敬的力宏 這次來香港除了為新專輯宣傳之外 更特地在發布會上 宣布與香港歌手盧巧英 將合唱熱播歌曲好心分手這個大喜訊 而兩位愛音樂的歌手一旦碰面 自然是惺惺相惜 很榮幸有一個特別嘉賓 在這個記者會當中 就是盧巧英Candy 然後他最近有一首非常非常棒的一首歌 我很高興有機會跟他合唱這首歌 米宏他是一個很有才華的音樂人 其實因為我沒有見過他 卻一個口琴 對這個口琴啊 所以就公司就跟我說 不如這一次就送一個 有一些比較色色的一個口琴給他 除了在音樂上喜歡和不同的歌手合作之外 力宏也是一個非常用功的演員 而在未來的日子裡 大家便能不斷地看到他在舞台上 以及螢幕上的演出 我剛剛才拍完一部電影 叫做Moon Child 有關於其他的拍戲的一些計畫 現在還在考慮當中還在談 我今年除了我的唱片 除了我的電影之外 一直還在做這個王力宏不可思議演唱會的 全球巡迴演唱會 那麼我希望在很快的速度 可以去其他更多的國家去帶我們的節目 亞洲娛樂中心梁美熊梁慧德 香港採訪報導 恭喜恭喜 謝謝 謝謝 這個精選集專輯賣得非常地好 謝謝 然後 謝謝大家 其實我在這邊推薦一下 因為我有聽那個精選集 真的 歷年 然後從 這樣講 自己是我的前輩 那怎麼講 師 不是師兄 叫前輩 是不是 前輩 對 真的 然後呢 有好多好聽的歌曲 都在 收集在那張專輯裡面 我有帶來 送給你一張 我買了 我自己買了 你有買了嗎 對 我自己買了 謝謝 很值得收藏的 謝謝 王力宏 音樂進化論 對 1995到2002 對 而且我覺得 以前 就是 裡面有一些照片 是不是 不是這一張 是上一次 沒關係 你要說什麼 就是你頭髮是短的 完全不一樣 跟現代是完全不一樣 對對對 對 那個時候的印象是比較 我不會講 反正就是 就是短髮 那現在是長髮 你要不要說幾句話 你 好 這一點真的很棒 你當主播的時候 又不說 剛剛講得很好 講一下專輯 好 裡面有兩首新歌嗎 對 WHY 跟 兩個人不等於我們 對 聽說你這個慢歌是 寫給 前 好像報紙上面 要這樣寫 前女友 還是說現任女友 前 前女友 他一定很高興 我覺得 而且唱得非常地有感情 恩 謝謝 不客氣 哈哈 這樣好像有點尷尬 那這個呢 快歌 快歌 WHY 對 裡面有 不好意思 有提到 本人 我 張惠美 但是阿菲阿妹 阿狗仔 對 對 怎麼會這樣 純粹是因為押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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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們都是 都是 非常有新聞價值的任務吧 所以 常常常在 但是我真的 我真的 真的要在這邊 非常佩服 因為 因為我們都知道你是說 英文的嘛 對 我也是說中文的 你是外國人 我也是說中文的 有 但是因為你要寫這個 中文的詞 而且是要寫這麼多 口語的歌詞 所以是非常難的 而且要押韻 嗯 又是你自己一個人寫的 所以其實是非常難的 嗯 還好 謝謝 謝謝 但我覺得 想了很久 其實我幫你開 有點難 想了很久 對 因為我覺得 其實一個創作人的詞很重要啊 當然大家都很熟悉我的曲 那 但是我覺得可以 可以慢慢的 越寫越多 在歌詞方面 嗯 讓大家知道我在想什麼 而且 這麼一大段都是 對 因為 因為新歌加精選金 只有兩首新歌 所以在 在一首歌當中 可以講很多事情 所以就 就變很多歌詞 然後 然後 用Rap的方式 嗯 對 就比較快速這樣子 可以講很多事情講得比較細 很棒 我覺得我自己以後如果說 有機會可以自己寫寫東西 你有啊 有啊 可是 可是那個是一個很偶然的狀況 不是我真正的 就是 有一個企圖心想寫什麼 嗯 所以我希望 我們可以多多學習一下 互相鼓勵 然後多多作詞 好 那你今天來到現場呢 除了我們剛剛看了你的記者會之外呢 還有一個是 這個亞洲情報局 情報局 然後是一個 嗯 叛逆篇 你知道叛逆是什麼意思嗎 嗯 叛逆篇 就是 在你的身上應該看不到叛逆吧 為什麼 應該 因為 但是這個是叛逆篆 叛逆篆 對就是 所以等一下應該就可以看得到了 很叛逆的感覺 可是是 就很叛逆啊 是把自己弄得 就是 就是你拍什麼拍 這樣子 對 然後就直接罵攝影師 然後 不錄了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離開 他是真的還是 他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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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真的